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美方的反应看 这次通话的过程相对比较顺利 五角大楼官员声称 这是保持两个军事大国之间沟通渠道畅通的重要一步 但肯定不是最后一步 还会有更多 外界注意到 中方的公告中提到应约两次 事实上 美方刚刚在台海和南海方向搞了几个挑衅动作 包括台海军司令篡访美军印太总部 美日澳飞四国演习 美军在菲律宾部署可发射中程导弹的系统等 有舆论认为 美方选择在此时通话 意在探听中方态度 搞点获利侦查 对此 中方给出的态度明确无误 那就是 中国的核心利益绝不容受损 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必须得到切实尊重 台海和南海两个方向 美国都是域外力量 手伸的太长过了界 一定会遭到中方的坚决遏制 众所周知 两军高层交流之所以会出现 长达18个月的不正常冰冻 就是佩洛西窜台所引发的一系列严重后果之一 美方心知肚明 也应该知道中方的底线和红线 中国人十分看重 执行合一 美国一边跟中国谈管控危机 一边又拉着菲律宾 日本等国打搞军事合作 只向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 如果华盛顿总是说一套做一套 那么可以确定的是 他想要的那种保持对中国的打压态势 却要中国承诺不反抗的管控是绝不会有的 换言之 对中国说好话 办坏事 是不可能打击护栏的 美方对华沟通交流的诚信 有大家强 这也是中方强调的以信为本 许多时候 其沟通的出发点不是 着眼于与中方相向而行 更好的管控分歧 化解矛盾 相反 拜登政府的立足点 是为了使其盟友对美处理中美关系更有信心 展示没有能力管控中美关系不出现失控 从而使其盟友更放心大胆地跟随美对华激烈 战略竞争的步伐 这也表明中美间军事互信的全面重建 比对华机制的恢复更具挑战性 美方想和中方一起管控危机 最根本的还是要解决战略认知问题 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想反复打台湾牌 又不愿引火烧身 所以他要操控民进党 想踪拥菲律宾在南海搅局声势 又担心控制不出局面 因此不断释放复杂信号 体现在中美两军交流方面 也不乏这样的矛盾心理和机会主义 当然 谈总比不谈好 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不久前通电话时强调 中美这样两个大国不能不来往 不打交道 更不能冲突对抗 这一点不仅是中方的态度 也是世界的期待 作为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稳定基石 我们希望看到两军关系的实质性改善 美方尤其需要展现出信誉 取信于中国 更取信于世界 好了 本节目就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